九折哥的口味算哪里的呢 我是小时候就吃汉堡啊 他还是美式口味 还是偏 比如说西餐 西餐 西餐汉堡这种的 我在长沙我天天都吃小炒肉 小炒肉之王 九折 九折最起码现在得吃了能有个50次小炒肉 我觉得 我超爱 每一顿都是小炒肉 嫂子是四川人 成都人 对 那你们比如说在家里 你们家里面口味是偏东北呢 还是偏四川 偏四川 因为川菜炒菜小炒 尤其家常类的菜 还是特别便捷和受欢迎的 所以家里吃一般是川式口味 像我自己偶尔就是会想吃东北的菜 我会自己比如买点大酱 然后蘸点 这个就 有点像我们山东 反正我是 那个小葱蘸了 对对对 就有这种感觉 那各位就是 先比如说工作忙的时候 多久会回一趟家呢 像我 我妈妈爸爸弟弟在洛杉矶 然后我就是差不多一年一次吧 其实我妈妈爸爸 我爸爸也是七十几岁了 如果我爸爸能健康活到九十几岁 然后我每年回洛杉矶看到他们的话 那我又是不是我去一次就少一次的感觉 那时候我就想很多 现在可能看我们节目的人也是 他们都在外面拼 嗯 就每次过年的时候 回去看他们是特别开心的时间 是 特别珍贵的时间 我是很感谢 对 嗯 其实像Nicky说的 我就感触会比较深了 因为其实我也是 我跟妈妈从小两个人嘛 就是我只有妈妈 所以像之前那三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我有两年的时间也没有回家 所以就会特别难受 因为像他说的 你会不知道 就是你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真的去陪家人 因为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家人年纪更大 尽量争取就是 每个月 能至少回去一趟 至少 回去见一下陪一下 那其实真的不能回去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还是会 比如说打打视频 嗯 因为至少我觉得 看见还是不一样 但来这录节目之后 家里人有没有看 你们的节目 有 有什么反悔的 他们很开心 为我们真的很骄傲 然后 虽然我也没办法 在他们的 旁边 但是他们就 每个礼拜都看披荆章机 然后都没 每个礼拜都给我们 最大的加油 跟鼓励啊 虽然我不在家 他们 还是就觉得 哎 还是可以在电视上 看到儿子 做他最想做的事情 他们也是很 很感动 很开心 是 我妈都是 转发第一名 就是 妈妈爸爸 越乎越母 各种群 嘎嘎一顿转发 嘎嘎一顿转发 就最主要 其实很多那种花絮啊 或者是很多那种新闻啊 甚至是别的那种 好发的东西 都是我妈发给我 我才看见 我自己都没看见 有时候 比你看得全 对 你这个花絮很好笑 你今天怎么有这个新闻 或你怎么有这个 比如这时候的话题啊 什么 都是她发给我 我妈 她会因为看了这个 就很兴奋 她每次看完 我这几次的舞台 她是那种流着泪看 还有会很兴奋的把这个舞台的片段和正片 再发送到我们家里的那个群里面 就是也想让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一块看 想到一个挺好笑的 那个 就是群里边看完之后 一口同声说 今年过年回来就演这个 提前预定节目大 给你大姨表演个飘移 太逗 太逗了